那順便講一下 韭菜不能可以吃 韭 蔥 蒜 五辛就是腥味的那個不行 但是呢 原衰 原衰啊 它沒有腥味啊 原衰沒有腥味嘛 對不對 它不是五辛 它可以吃 這陣有一陣子 曾經有一陣子 半年前還有人在那邊講說原衰不能吃 我就很不愉快 我就公開講說 那不能亂講 我有寫一篇論文 我還在修改 一直沒空 已經寫完了 我也請了幫我找完資料 也寫完了 完全證明出來說 它為什麼有腥味 就是硫化物 硫化物就是威爾綱的原料之一 威爾綱也不是拿來吃住性用的 不是 它就是心血管舒張用 這樣懂嗎 是這個 後來就變成男生拿來吃的壯陽用 它一點都不壯陽 它只是造成心血管的鬆弛這樣而已 那這個呢 確實有一個腥味 那叫做五辛 只要是五辛的幾乎都有流化物 那倒過來呢 原衰完全沒有流化物 不但這樣 原衰中醫都知道 原衰在中醫書上就有寫到 它來滾湯吃 跟它原衰煮湯吃 可以過油脂 洗油脂 可以這樣 所以有些素食餐廳 現在傻傻的 它都不敢用 當然啦 原衰有到場 它是不用 但它不用的理由呢 那就沒話講 它是認為說原衰因為湯吃 原衰裡面有的細菌比較多 脈筋比較多 吃都覺得會害身體 所以它不吃 它不吃 那這個就沒話講 這個OK 這個說法就OK 它基於這個理由而不吃 那是它個人的一個健康理由 或者它個人的選擇 那你不能說它是五辛所以不吃 不能吃 這不對喔 這樣懂嗎 懂不懂意思 那麼也有人也學戒慈戒了啦 他沒有去好好研究 然後人家這麼一說啦 風吹一草動啊 他就嚇了個半死 他就跟著不吃了 那他又臘漲啊 他一不吃人家也跟著他不吃 你懂意思嗎 那話一傳出來就是說 某人都不吃 所以原衰不能吃 因為他慈戒 你聽懂我意思嗎 這樣對不對啊 這樣不對耶 這真麻煩耶 你的行為讓人家學習 而你的行為就已經決定了你的選擇 跟你的決定了 那人家問他說 真的原衰不能吃嗎 就有人講 有人講 我們最好乾脆就不要吃了 這個是很東風的喔 這是不負責任的喔 不行這樣耶 為什麼 因為你是慈戒的人 你的不吃 就已經代表你的選擇了 這樣懂嗎 那你要知道 飲食是一種文化 五星不吃 是大乘文化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聽懂嗎 聽懂沒有 五星不吃是這樣 換句話說你現在原衰你也不吃 那無非你就是在說 云衰是什麼 是五星 你知道 中國佛教傳入進來 從梁武帝之後 規定了五星不能吃 因為隨順菩薩界 也不能吃肉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中國漢傳佛教的祖師 一路以來 不吃昏 不吃星 昏就是肉食 星就是五星 就不吃肉 但是唐朝的時候明白的說 原衰非五星 明白就說囉 換句話說 在唐朝的時候或許曾經有討論過 原衰到底是不是的問題 但是自從那位律師這麼一講之後 大家也清楚明白 一路 漢傳佛教就沒有遮止原衰 直到現在 突然間呢 有南傳人 藏傳人 跑出來跳出來 說原衰不能吃 那你身為一個漢傳的比丘 你就突然間 你也跟著這樣說 那我不要吃 你打臉所有的祖師 你把中國的所有祖師 通通否定了 你聽懂意思嗎 這是知識體大的事情 聽懂沒有 這不能夠這樣相怨 這不是你個人守你的劍 然後讓所有的祖師通通背黑鍋 這你這樣沒在試改 這是你自己好而已 你為了保持你自己 你沒有好好討論清楚 你就為了有人說 我就買 我就買 出雞人是不能這樣 打模糊 這樣你讓所有中國的祖師 那把臉要往哪擺 你聽懂意思嗎 所以有到術食店裡的話 他要是這麼講 我都直接跟他講 也不能這樣講 你憑什麼來講 多謝師傅說 他拿出什麼證據來 你說這樣 中國祖師吃了兩千年的原衰 你現在比人家聰明 就說不能吃 那中國祖師多少個前部後繼 通通被你一句話就打臉 一句話就否定 這是一個中國漢傳佛教的 顏面跟尊嚴問題 聽有沒有啦 所以說要去 你如果去修習慣 你一定要去分別給清楚 我一個人說不好 要他們說給清楚 你去說的時候 我的名字借你用 我不怕 懂意思嗎 因為我寫過這樣論文 我現在要把它單獨成一小本 去印 我連那個西醫 我當時找居士幫忙 我那個西醫的那個藥性 我都可以查得出來 裡頭完全沒有所謂的 流化物的內容 所以這個飲食的事情 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尊嚴的問題 那不能隨便 做一個出家人 不能夠收自己而已 你站在一個歷史的位置上 任何一個時機都是這樣 尤其是作為綱領之人 更不能如此 你聽懂嗎 聽懂意思嗎 如果是一個小沙咪 他說他不吃沒人理他 對不對 今天要是我法杖公開說我不吃 那意義就不一樣了 懂不懂 那意義就不一樣了 一定我深思熟慮過 對不對 人家就會跟了 那這樣會代表我法杖 否定了兩千年來的古德的作文 因為沒有啊 我也沒這樣講 這都是廢話 你的行為就已經這樣表現了 將來歷史就會這樣寫了 所以這個要釐清了 釐清當然不是說我喜歡我就要釐清 我們要去拿文獻來談 這個要懂 這個要懂 好